嗨大家 今天就是Me Plus 講故事 話說我聽了一個在美國發生的事 說有一個太太每年在聖誕節都會煮這個羊 他們很流行在聖誕日或聖誕日焗羊 每一次她都會切了羊 最後尾端端放進焗爐 如是者做了幾十年 有一天她的女兒忍不住就問她媽媽 究竟為什麼你把羊尾尾切掉 媽媽就回答了 其實一直以來都是這樣做 傳統是這樣做 但女兒很鐵而不捨 一直問究竟為什麼要這樣做 她媽媽才想起 我都沒想過為什麼 就打給她媽媽 好 婆婆說原來她小時候 她們煮羊的時候 是因為焗爐不夠大 因為焗爐 焗爐只有十二寸 所以每一次煮羊 都是不夠放進焗爐 不夠大放進焗爐 但原來太太 就沒想過原來剪羊 只不過是不夠尺寸 而不是入味一點 又或者是烹調場的技巧 那這個故事呢 其實有一個moral 不知道大家覺得是什麼呢 故事告訴我們 有時傳統做事的方法 未必能適合到今時今日 我們這一刻的時代 可能因為一向都是一天這樣做 就沒想過為什麼 所以下次都停一停 想一想 究竟為什麼要這樣做 或者有沒有一些好的方法 就好像 如果我套用在我的bra 其實我創辦這個牌子的時候 都是用這個理念 因為我經常覺得 為什麼內衣一定要這麼不舒服 或者這麼緊 一定要做到 push up 而且一定要收起肉 即所謂收起肉 這只不過是一個例子 不妨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自己的生活裡面 有沒有類似這一類型 火腿 切火腿的情況出現 可能改變一下你做事的方法 還有可以提一提你思考的方法 今天me plus的故事 先說到這裡 下次如果我聽到一些故事 或者我覺得很值得和大家分享的時候 再說給大家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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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